朋友们好,很高兴访问HT News Taiwan频道,现在,迪丽热巴最终会取代谁? 迪丽热巴,1992年6月3日出,生于乌鲁木齐。 中国内地知名女演员、歌手,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。 2010年,参加由陆川导演的电影《王的盛宴》于基上海战海选进入娱乐圈。 入圈多年,和知名实力演员合作,拍摄了多部影视作品。 六扇门克拉恋人,麻辣变形纪傲娇与偏见。 漂亮的李慧珍与君初相识,三生三世枕上书你是我的荣耀等等。 2018年,迪丽热巴凭借漂亮的李慧珍,获得精英奖大满贯。 被称为史上最美精英女神。 2019年,迪丽热巴获得中国电影《表演艺术学会金凤凰》新人奖。 在《生林奇境》第二季中,利亚多位老戏鼓,获得冠军。 在偶像养成戏节目《创造营》中,以导师的身份给了爱豆。 我们很多中肯的专业建议,称自己凭借实力才能走得长远。 迪丽热巴无形中成功复刻了老板杨幂、综艺、广告、代言、接戏。 四年全年无休,堪称娱乐圈拼命三娘。 毫无间断的形成,没有时间磨练演技,导致演技商业化、模式化。 每一部戏都像饰演自己,出圈的只有每次红毯经验的亮相。 迪丽热巴最终会取代谁? 或许只有老板杨幂了。